大家好,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,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,李世民52岁早逝,此因史书都不好意思记载,原因说不出口。 点个订阅,每天为您分享新知识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 李世民52岁早逝,此因史书都不好意思记载,原因说不出口。 说起李世民,相信大家都了解,他创立的贞观之志,为后代所赞颂,视作是唐代更为兴盛的阶段。 但是,就那么一位明君圣君,却只活到52岁,让人十分痛惜,假如李世民可以再活得久一些的话,是否唐代的兴盛还能持续得更久一些? 但是,最让人疑虑的是,针对李世民的死,史官们的记录全是一笔概括,好像掩藏了哪些? 其实自秦始皇以来,历代皇帝对长生不老这一命题可谓是滋滋以求,既然历代皇帝都不得解, 英明神武的李世民怎么会轻信呢?应该是当时身染重疾,饱受疾病折磨,才不得不冒险尝试, 那么到底他染了什么病科,对一个来自国外的方式拿出来的不明药物也要冒死一事呢? 在此之前,麻烦您点击一下订阅,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。 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,感谢您的支持。 先天身体底子差。 李世民家族有哮喘的疾病,从小身体就不好,以至于父亲李渊在他年幼时就为他修庙祝福,供奉香火, 祈祷李世民身体康健,同时又令他习武健身,所以李世民从小就擅长武艺,给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基本功。 李世民少年时期,母亲斗士身染重疾,孝顺的李世民一不解怠尝试作用。 即使这样,也未能感动上天,母亲还是早早先逝了,李世民又守孝三年,因为身体不好,长期劳累。 心情悲痛,导致他最后甚至只能依靠拐杖走路,可见李世民的身体基础实在太弱了。 务负担药是李世民死亡的直接原因,体质孱弱是内因,而身体外伤则是外因了。 从他17岁开始打仗,到50岁远征高丽大败而归,李世民在军旅生涯中不可避免受过刀剑伤,身体受到长期损耗。 李世民在唐统一中原版图之前,已经经历过著名的几大战役,横扫王冲,虎劳关大战,艰苦的军旅生涯,使得他早年时期就极度损耗。 战场拼杀需要经常日夜行军,风餐露宿。 每次打起仗来都是肇死里拼,经常单枪匹马,冲入敌营,废寝忘食,不顾惜身体,数天不结甲,原本身体底子就弱,很容易造成损耗。 尤其晚年的时候,李世民发动了征讨高沟黎战争。 唐针关16年高距离发生内乱,大臣全盖苏文士军扶持叛党篡位,作为高沟黎的宗主国,在收到高沟黎的求援之后,李世民于针关17年发兵前往。 这场战争从当年7月打到第二年9月,经历高寒凛冽的辽东气候,虽然大错敌方势力,但也并未取得实际胜利。 这场战争中,李世民的爱将伊利克汗的曾孙,阿史纳斯摩中流史受伤,李世民亲自为其瞬息淤血,如果箭头带毒,说不定也中毒了,回到长安之后,阿史纳斯摩就重伤不知身亡了。 可见李世民在战争中是十分不顾惜自己身体的。 辽东气候严峻,中原地区的战事十分不适应,缺一小时,对身体损伤极大。 在朝鲜的史书里记载,李世民也不幸受了剑伤,只是对这一受伤的历史依据太少,但可见当时战争的艰难和危险,巨大的精神压力。 李世民是一个明军,明军都是十分爱惜羽毛,重视声誉的。 经历过玄武门之变,是凶战嫂,李世民也很担心被写入史书。 他曾经询问史官,会不会把这类事件写入史书,史官说,当然会肇事记载,但你的功绩我也会肇事记录的。 于是,李世民为了给自己洗白,树立一个明军形象,在治国上劫心尽力,不敢输了,朝五绝不怠惰,活成了唐代的九九六。 一方面四处征战微固版图,一方面担惊竭律治理国家。 这些也并没有减轻他的心理负担,越到晚年越恐慌,常常做噩梦,失眠。 不得已让秦琼,玉翅弓守卫在门外,至今我们传统的门神形象就来自于这二位将军。 一个威加四海的皇帝连睡觉都不能安稳,到了如此夸张的地步,可见他的心理压力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了。 因为自己是兄逼父亲退位的经历,李世民十分忌惮子孙,也不太厚尘。 但嫡长子李承前却让他深深失望了,他一开始也是十分宠爱李承前,为使太子之位不被觊觎,即使在李承前大搞断绣之体,也仍稳作太子之位。 但是李承前的荒淫无道,使得狄次子李太不服。 意图取代,李承前先下手为强,刺杀李太,又勾结皇亲国七亿干人等起兵逼宫,遭到贬处。 子孙也终于因皇权而起争夺,令李世民心伤不已。 即使最后将最温顺的李治立为太子,也并没有减轻他遭亲情反目的悲痛。 亲人离去,终臣过世,悲哀心碎。 少年丧母,中年丧妻,老年丧子,丧女。 最后一个原因,也是最为让人难以启齿,那就是李世民晚年纵遇。 就像不少曾经在青年中年时期公济赫赫的中原皇帝一样,年轻时志向远大,报复深远。 总是自律的,到了晚年,就开始放下包袱,睡在功劳床上,放纵自己了。 李世民也不万如是。 李世民作为一代千古之地,创造了贞观之治这样的大唐凡胜时期,早年勤于征战,掌握了军权。 玄武门之变后,又勤政爱民,治理国家,堪称唐朝最伟大的皇帝。 他的功绩在于以下几点。 一,李世民在位,吸取隋朝覆灭的教训,提出水能在州亦能复州的著名政治理论,改善军民关系。 二,他善用忠臣良将,魏征与李靖都是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,将领,他虚心听取忠臣觐见。 定下各种正确决策,这些决策为四分五列百年有余的国家统一保驾护航,政府清明,从而巩固了国家政权。 三,中央集权通过一系列改革得到加强。 四,科举制得到完善。 五,作为日本,朝鲜的宗主国,促进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。 对于李世民的去世,就唐书中只有简短的一句话,上崩于寒风殿,年五十二。 对于一个光辉世纪铺天盖地的帝王来说,这简短的描述足以令人遐想连篇,好似使官们对此也是讳莫如深,里面藏着什么大秘密一般。 但当我们在史书中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时,便会发现李世民的去世迷雾重重,根本没有那么简单。 李世民继位之前是个南征北战的将军,就身体素质而言,可以用背棒来形容。 但在亲征高沟离之后,李世民似乎变了一个人。 尤其到了晚年,看着他们的儿子们,他又唯恐布了自己的后尘,于是便开始沉迷数世之言,妄想着长生不老。 深度剖析,旧唐书《好处俊传》中记载了这么一句话, 唐太宗扶胡僧长生药,遂至暴击不救。 这句话似乎解释了李世民去世的原因,是因为他服用丹药而中了毒,以至于让他暴毙而亡。 这里面所提到的胡僧指的是纳罗尔索婆妹, 她是王玄策从中天竺地那夫帝国俘虏的波罗门僧, 此人自称已经活过了二百岁,拥有长生之术。 他向李世民进献了由印度古方做成的两味药, 一个是蒟莱罗,另一个是盼查取水。 这两种东西,目前已经无法考证主要成分是什么了。 大英国学者李约瑟推测,后者很可能是一种无基酸,功效是可以止痛。 与现在的阿斯匹林主要成分相当, 但由于当时提炼的程度不纯,功效自然也不好说, 能让人中毒自然也能说得通。 这段话的意思很简单,说的是秦始皇也好。 汉武帝也罢,他们追求长生实属可笑, 神仙之士纯属无稽之谈。 所以,李世民在年轻的时候对长生之士根本不信, 但是在晚年,他却对此深信不疑, 甚至还幻想着能够长生不老非生当神仙, 最终却因此而暴毙身亡,着实可笑。 而这番真实的死因,难怪史书不好意思详写, 毕竟对于一个英明的帝王来说, 这确实是一件丢人而无从下笔的事情。 而后来唐朝的帝王不少帝王也都在此事上犯了糊涂, 至少有八位皇帝迷恋金丹, 其中有五人因此而死。 原来大唐之下,始终刮着这样一股风。 喜欢本频道的内容吗? 点个订阅,千万不要错过下期精彩。